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百零八面 六百零八面 第一行 看这个经 经题 这个在佛经里面称作人体 因为佛经是世尊当年在印度所说的 后来他的弟子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 原始的记录都是用梵文写成的 梵文是印度的古文 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 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 才能够在中国流通 因此每一部经都有翻译的人体 什么人翻译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晓得 佛经的翻译是集体的创作 不是某个人翻译的 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 是中国国家聘请的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国家聘请的 在古时候是帝王派特斯到西域去聘请高僧大德 到中国来 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 他所受到的礼遇是最高的待遇 我们中国的帝王以过司之礼 帝王的老司以这个礼来接待 非常之隆重 因为帝王对于出家人这样的尊重 俗话常讲上心下笑 陈明看到帝王对出家人这么尊重 所以这个佛教在中国就有很崇高的地位 那么经典的翻译它是有组织的 像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立编译馆一样 它是有组织的 而且这个组织都相当的庞大 以国家的财力 以这个全国的人力来支援 所以当时著名的学者专家 语文的专家 试出试今 这些学者几乎都参与翻译的工作 可是经题上只列着一个人 这一个人呢 就是当时这个移经院里面的主席 所以像一个学校的校长 用他来做代表 而不能看着这部经就是他翻译的 我们这样看法那就错了 是他那个遗产翻译的 这个就对了 那么史传上记载的比较详细的 是罗舍大师的遗产 我们弥陀经就是救母罗舍大师翻译的 罗舍大师的遗产啊 有四百多人 可见这个机构啊 编制是相当的庞大 唐朝玄庄大师的遗产 规模就更大了 有六百多人 编制六百多人 我们今天看到经 就是诗者唐玄三藏玄庄 当法四三一只看到一个人 是他遗产里面所翻译的 我们这样看呢就正确了 就不至于有误会 那么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现代 现在由于这个交通发达 资讯的发达 几乎整个地球啊 变成一个地区了 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 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所以说地球啊缩小了 人与人的关系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密切 过与过的关系 真的就像邻居一样 那么要想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 共融共存 这个文化的交流啊 才叫做真正的根本 只有文化交流 才能够建立共识 那也就是一个共同的理念 啊 集聚这个理念 才能达到共存共融 活目相处 如果不从这个方面来作严 这个世界之乱 众生之苦 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那么佛教在整个世界上来说 啊 世界文化来说 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今天世界上的经典 完整的有汉文的经典 有藏文的经典 叫大厅经 小城经里面除汉文之外 还有巴黎文 日文的经典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 而且并没有完全翻译 只翻译了一部分 那么现在佛教呢 随着这个大时代传播到西方 传播到世界每个国家地区 已经的工作 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大括题 如何从中文 从西藏文 从巴黎文 翻成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字 这些工作 这么多年来也有人在做 所做的这个成效都有问题 比如在美国纽约 沈家珍老去死 对佛法的弘扬非常热心 我知道他在这个 总有二三十年历史 请了不少人来做这个 把这个中文经典翻成了英文的工作 翻是翻得很多 我在纽约他老人家告诉我 他这些东西都不能出版 语音音在什么地方呢 翻译的人 中英文都好 但是在佛法上没有相当的修养 只把这个字算是意思不对啊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了 从前的一场 为什么十十多人 多多人参加 大家在会研究讨论 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要斟酌 如果用古时候那个方法 具体来翻译 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现在已经是个人在那里做 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成绩 这个是疑本不能够流通的 关键所在 那么大家经过大众的研究讨论 这是客观的 错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所以我跟神老巨师对这个问题 我就给他一个小的建议 我说如果再要有机会翻 比如说你翻金刚经 你一定要打听打听 现在在这个世界 任何各家地区 有哪一位法师大德 对金刚经真的有研究 有手有蛇 请他来讲 所以所有参与已经的这些人员 大家都来听 请他详细讲 翻译的人呢 用心地来听 有问题就提出来 请教 务必把经意都能够毫无障碍的理解了 灌通了 然后 然后 推选准几个起草 他们来这个 把这个翻译的时候 草稿 起出来 以后再拿这个草本 提出大家 参与已经的人员 来研究讨论 也像从前 一个字 一个字 一句 一句 使文与意 都能够达到 很正确 不至于误会 这样 一出来 我相信 在西方流通 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已经 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的 绝对不是 两三个人 三五个人 可做的 不行 还不像从前 几百人的那个遗场呢 那是最高明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佛报啊 这个以经的方法 非常经营 参与的 都是有道德 有学问的 对于 两个的文字 对于佛法 都有相当的修养 这样 建立这个遗场 把梵文经典 翻成中国文 翻的是真好 从前 这个 方栋梅先生 有一次给我谈到 这个佛经的翻译 我们就谈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印度梵文经典 大量的传到中国来了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之后啊 那个语音文到哪里去了 这么多的翻译经典 这么多的翻译经典居然没有保留下来 在中国就等于说是船了 失踪了 方圆先生呢 有个推辞 他这个推辞也很有道理 他说 我们中国人 非常自豪 认为我们所翻的佛经 不但意思 圆满的保存 没有设定原意 在文字上 比凡文还要华丽 还要美好 那中文就可以直接取代凡文了 那凡文经典又不多了 方圣先生 他的见解 我们听听他的话呢 也蛮有道理 中文的经典确实是翻得好 所以这个名题是宜常主持的 这一次这个宜常就是求纳波特罗增载 他是这个宜常的主席 那么前面宋是朝代 在此地这个宋 原家都是代表时代 年份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以宋为过号的有好几个 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有宋国 我们在这个组传里面都读过 那么这个宋呢 是南北朝时代 宋其良辰 南朝 宋其良辰 是刘虞 是刘虞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叫他做刘宋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叫他做刘宋 刘虞在现在的南京 那个时候叫建康 建立一个政权 称为宋 大概传了八代 将近六十年 这个诸位在历史上 可以能够看得到 那么他的年代呢 是在公元 四百四百二十年到四百七十九年 以后为齐所灭了 那么宋其良辰呢 这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在南京 现在的南京 所以南京啊 号称六朝古都啊 这四个朝代就占了四个 那么在这个疫情 这个三国时代 东武啊 也是建都在南京 所以南京呢 有六个朝代这个建立的首都 语言家 是年号 就像这个清朝 康熙 永正乾隆 都是属于年号 那么就这个求那不托罗法司到中国来啊 是在云家的末年 云家在留宋嘛 可以说是很稳定的一个时期 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云家一共好像是有三十二三年的样子 天主是法司的机关 法司是印度人 印度古时候称为天主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 有五天主 我们叫五印度 封为东南西北中 那么他是印度人 三藏 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学历 现在我们常讲他的学位是波斯学位 摄斯学位 这是他的学位 他通达三藏 他通达三藏 在古时候 如果不是三藏法司 可以说没有资格主持一场 作为这个翻译经典的主席 他没有资格 他一定是不通三藏 他一定是不通三藏 他才有资格做这个翻译主席 修那波特罗 是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英语的 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主席 苏朝 苏朝 苏里头 宋者南部朝过敏 云家者年号 天主者西域过敏 修那波特罗 赐云功德协 修那波特罗 是凡语的英语 要翻成中国意思呢 叫功德协 他名字喊的这个意思 说 宋言南部的诗 方南部封王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南部朝 五胡乱华就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实在讲 跟我们现在有点相似 是乱世 所以这个国家 江湾都不大 这个船的年代也不久 也不久 所以水乱世 宋 往江南 这个字念破音子 念旺 旺就是统治的意思 他统治江南 为刘宋言 就是刘玉 所建立的这个政权 他一共是传了八代 传了八代 五十九年 总共五十九年 原家这文帝 原家末年也 文帝是刘宋第二代的君主 第二代 第二代 在整个他这个王朝当中 他这一代 这个政治最亲民 社会 社会也非常的安定 所以他做皇帝也做得久 他做了三十多年 他整个这个政权 总共只有五十九年 他做了三十多年 几乎超过一半 所以他这个这个时期 社会是相当安定 这是第二代 这是第二代 天主一云深渡 这个深渡跟现在讲的印度 因就很接近 都是因语的 都是因语的 有五天主皆喜悦 那个时候说是中国的西方 现在我们晓得 印度并不是在中国的西方 而是中国的西南方 为什么那时候说西方呢 那时候的交通 都是从往西方去 到了葱林之后 再往南走 那就是印度了 所以西域的时候 当时是指我们现在新疆 跟阿富汗一代的地区 我们都称之为西日 说巴陀不通三藏 这是说这位法师 他的德修 德是他的羞耻 蛇是他的蛇识 非常渊博 三藏经典都通大 游转大臣 对于大臣 他的造诣特别深 好 摩河岩 摩河岩是凡语 凡诚中国就是大臣 神亦非夷 被在传计 被在传记 空返不虚 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 所以在此地呢 就不多说了 神亦非夷 他有这个神通 这个现代人所谓的特异功能 他也有特异功能 那么神神传里面 也有他的传记 在我们中国高僧传里头 凡是有神通明显表现出来的 以后都把这些人归在一起 称之为神僧传 神僧传里头有他 一本 陀下无罗子 求那巴陀 这个 这个王神咒 有两个本子 有一个本子呢 也是 这个上面都没有问题 宋元家天主三章 他 求那巴陀罗翻译的 有一个是 求那巴陀罗翻译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 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两个人 两个人同一个时代 究竟是哪一个人 是这个宜场的主持 这个宜场的主席 就很难考定 贺一师求那巴陀罗 以二死同时故 为神何所以 神是审定 没有办法确定 是哪一位 他们两位都是印度当时 来到中国弘法的高僧 那么这是把这个翻译的人 介绍出来 下面呢 这就是咒路 是王神咒的正文 那么王神咒 总共14句 每一位同修都念得很熟 我想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背诵的 要念得怎么相应呢 那就是个问题 这个咒 因为大家很熟呢 我们也就不比拟了 咒可以不翻 因为它是佛的密语 也可以翻 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 也可以翻 不翻 所以我们也认为 以恭敬心 去受持呢 容易得利益 因为主要晓得 佛华修学所用的这些方式 无非是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 那目的就达到了 这没有意思 那你就不会打妄想 老是念了 容易设心 容易入定 如果有意思的话 这一面念一面会打妄想 反而不容易入定 这在修行上 所以古人讲 念金不如念咒 你说金有意思 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 就不如念咒 咒没有意思 这个没有意思的咒呢 越长越好 像是王僧咒 那比不上大悲咒 大悲咒比不上能念咒 咒长 你不能念错 一个字一个句都不能念错 在念的时候 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这就是功德了 久而久之 你这个心呢 慢慢就定下来了 慢慢就达到亲近了 这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用这个方法 达到这个心地亲近的目标 是这么个意思 那怎么又说呢 念咒不如念佛 那这个是真的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那么究竟是念哪一种好 古人所说的是个原则 不能涵 不能涵盖一切众生的更新 有些人 有些人 读经 容易设计 有些人 念咒 容易设计 有些人 念佛号 容易设计 每一个人 根性 根性 不相同 我们自己 设计在哪个法门 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那不知道呢 可以试验试验感 把读经读咒念佛 三样东西都试验 一个阶段 一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试验 试验就下的了 哪一种方法容易设计 那也就是我们俗话叫收心 哪一个方法容易收心 那么这个方法对自己呢 就有效果 就有利益 就可以坚持用这个方法 那一直用到自己 真正达到心底清晰 清净心献情 就是三昧献情 三昧是凡语 凡诚中古意思 叫正受 正常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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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正落 那叫正落 到心底清净自在了 自然就生智慧了 所以说是 应接生定 应定开会 清净心就是定 那 那么我把这个咒的意思 依据古无大德的解释 跟诸位乐乐地说一说 那 那么 这两个字 在佛门里面 用的最普遍 用的最多 意思 我相信许多同学们都知道 那 那么 是恭敬的意思 礼敬的意思 我们就叫敬礼 有皈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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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凡语里面 成为那么 那么 这个古音呢 在当时翻这两个字 那个音就念 那么 我们的言语 会随着时代就变 字的形状没有变呢 对音呢 古音不一样 现在都难 都无 古音念 那么 所以这个皈依 一定要念当时那个古音 发音才正确 所以这个皈依到现在 很多皈子念的不灵了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把音全念错了 不是当时翻经那个时代的对音 我们用现在的读音来读的时候 所以音不准确了 而皈依里面有许多啊 是跟鬼神往来的 里面有很多是鬼神的语言 那个音发错了 他就听不懂了 你比如说很简单的 这美国的总统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中文翻译的 现在我们的总统翻译叫 克林顿 他又来了 你叫克林顿 他一定不懂 他一定听不懂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音不正确啊 这先前的东外的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我们翻出来念给他 他都不懂 那何况古时候的时候 那问题就更大 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层 那现在怎么办呢 也恭敬心 不管念错念对 没有关系 制成恭敬的念就好 晓得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设心 真正能达到摄心呢 我们这个念咒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很好 所以也不必去计较他的音正不正确 要想这个音正确 非常非常难 密宗上司虽然代代口传 口传也不见得正确 那哪一个这个法师他还有香音呢 还有方言呢 你想到纯正 释迦牟尼佛传那个云音 不可能 我无法能够相信 这个音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传的云音 不可能 中国人 有中国人每一个地方 你生下来每一个地方的地方上的方言 外国也一样啊 印度古时候交通也不发达了 大国恐怕连我们现在小乡镇都不如 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 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字 我们中国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了 秦始皇没统一之前 中国文字很复杂 同样一个字有很多的写法 所以像这些情况我们都要明了 因此佛才教给我们四义法 使我们把这些疑虑成亲 那实义法就是一意不一语 意思对了就行了 那语言这个翻译的文字上不必去计较 只要它的意思正确 我们就可以遵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翻译翻过来的 那么我们晓得 我们翻阿弥陀 阿弥陀 这个地方是阿弥陀 后面还有尾音 那个破译是尾音 我们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那个尾音 散热掉了 就不要了 这个是完整的连尾音带起来的时候 那就是阿弥陀佛音 阿弥陀佛音 阿弥陀佛音 多佛且多耶 这句翻译翻作如来 所以后期来讲呢 就是皈依或者皈蜜 阿弥陀佛如来 那这个阿弥陀佛音 要是把它翻成中国的字呢 就是无量瘦 是无量光 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实际上呢 它这个无量是包含一切的无量 《弥陀佛音》 有很多咒里面我们念的《弹指托》 跟这一句完全是相同的 凡音是一样的 你的字不相同 就是《弹指托》 《弹指托》 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 《吉射咒约》 《薄若心经》里面呢 把这句翻成中文 《吉射咒约》 下面才是咒语 下面才是咒语 所以前面就是佛号 是佛号不是咒语 底下这个是咒语 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 这十一句 这是咒语 咒语 你看一开头 阿弥陀佛皮 阿弥陀佛是无量 破皮是光明 所以这一句就是无量光 阿弥陀佛的名号 无量光啊 阿弥陀佛 一死就是无量 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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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成中国意思 一切一成 一是一厘 成是成就 就是一切的一厘 圆满的成就 破皮是光明的意思 可见的这个咒语里头 都是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光盛 一切无量都是这个意思 阿弥陀佛是跟前面一句一样的意思 都是称无量是佛 提加兰斗 这一句里面是汉多语 有很多意思在里头 第一个呢 有无碍性 佛语诸大菩萨 在舍法界里面斗一切众生 就像华言上所说的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它含着有这个意思 由方便的意思 善巧方便 弧度众生 它含着这么多意思在里头 下面阿弥陀佛是无量 皮切兰斗 上面是皮切兰地 此地是皮切兰斗 意思也很寂静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它这个末后 有真如 不退的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西方世界 一切众生 生到那边 越言正三不退 它有这个意思 在里面 这个切米尼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弥陀净土 极乐世界 安阳过土 切切末是比喻 是赞叹 它的意思 是虚空 或者我们讲天界 六道里面讲天道 高高在上 广大无边 它这个意思在这里 所以用这个虚空 用天界 来做比喻 底下这一句 知多加力 这句 也是汉多意 它有 帝王的意思 帝是真实 说明 一切众生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是最真实 它有这个意思在 帝就是帝 是真实 往这条路 是真实 所以在华言会上 文书 谱贤 都 发愿 求生 净土 还有一个意思呢 非常欢喜 乐意求往生 有这个意思 有愿 去的意思 后面 这个 所有一切 最后 都有 这一句 这句 翻成中国意思呢 就是快速的圆满 是一个 逐愿的意思 希望我的愿 早一天成就 早一天圆满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 奢侈于古代的 跟我们说的 这个咒语的大义 这个意思 你了解 很好 不了解 也没有关系 不了解 老实念 如果了解呢 我们念这个咒词 可以 随文入观 念到哪一句 这个境界 可以能够兴起 这个下面呢 有免行 这也是属于经 这是经的长行 说明 持咒 有五种利益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这个大乘经典里面 佛为我们开示 都会说 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为什么呢 底下持咒 能不能得着五种利益 诸位要晓得 关键就在这个善女 我们持咒 像我前面跟诸位报告的 有人真的 依照这个经典里面 所讲的 往生咒 念了三十万遍 没笑 他没想想啊 那个佛说的 善男子 善女人 三十万遍 才有效啊 我们是不是 善男子 善女人 关键在此地啊 那么到底这个善女 标准在哪里呢 观无量受精神教 敬业三福 西方极乐世界 古大的所说的 他是大臣的大臣 是一臣的一臣 至高无上的法文 这心不善 怎么能往生 敬业三福 最起码都要居住第一福啊 这我们讲 待业往生啊 生三圣同之土啊 如果这三福啊 一福都没有 我们这一生 念佛苦修 只能够说 跟西方极乐世界 借一个善女人 这一生往生 很难 为什么呢 不符合 佛所讲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善男子善女人 最起码的是 四句 孝养父母 我们有没有做到的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在最低 如果连这个四句做不到 那个 你念经 念咒 念佛 都是跟佛 结果缘 这一生 小往生 很难 第一个善 就是这四句做到了 凡胜 同居图 有份 如果再能做到第二 上 授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凡 为宜 大概 方便 有余图 也能有份 品位就高了 如果能三善 都居足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给诸说 上上品 卧神 上上品卧神 最可见的 这个关键的字 往往我们把它缩合掉了 轻易的 看过 到念到 几百遍 几十万遍 没有效果的时候 还怪这个金不灵 怪佛 说话了 打妄语 靠不住 忘佛 忘法 这怎么得了 他不再怪自己 他就再怪 今天 再怪佛福尚 实在讲 佛福尚是 明明白白的 告诉我们了 所以自己想想 我们自己 是不是 这个善的标准 他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有没有我的份 这个重要 所以敬业三福 不能不细细讲求 你才真的明了 小羊父母 什么叫小 怎样呀 这个里头是大学问 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 那么具足这样的条件 这个就是 佛门里面的标准 他完全符合 这些善男子 善女人 他选择这个法门 用这个方法来修 能诵 此周证 阿弥陀佛 常住其顶 这是第一个理由 阿弥陀佛 常常在你的头顶 这个就是得佛 本愿为神 明明当中的加持 因为佛在头顶上 你自己看不见 你看不到 他真在你头顶上 真的在保佑你 真的在加持你 所以诸部要晓得 我们修尽业求往生 这机会真难得 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器 这个法器用现代的话来说 一定要具备 佛对我们所要求的条件 我们通通绝足 这才有资格 接受这个法门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敬业散伏 所以你说在观经里面 这段经文多重要 唯提西夫人 清眼看见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生其无限 向往羡慕之心 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修什么方法 可以能够往生 佛没有教过他修行方法之前 先叫他敬业散伏 说完了 又祝福他 这三条 这三条是三世祝福 敬业散因 这个话说了多重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一切祝福 修行 成佛 都是以这个为基础 所以没有这个基础 决定不能成就 所以真正想修 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 不能不注意 不能不认真去修 第二个利益 日夜拥护 白天晚上 阿弥陀佛 祝福菩萨 护发善神 都拥护你 都保护你 你要说为什么 因为你是真正的阿弥陀佛的学生 第一句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也 这就是我皈依了 南无是皈依吗 皈依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 我们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不承认的 不是真正的学生的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不够资格 人家这个资格条件限制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这个三福一条没做到啊 做到了就行了 做到了 那你真正皈依 你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 阿弥陀佛的学生 一切祝福都尊重你 那菩萨善神 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 第三 无令冤家而得其变 这个冤家是讲过去生中的 过去生中是冤家在主啊 因为你有佛菩萨保佑 有护发善神 拥护 所以 这些累室的冤家在主 也没有法子接近 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帆风顺 没有魔障啊 冤家而得其变呢 就是魔障 魔障多 魔障绝定不能避免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 跟一切众生 不晓得借了多少月呢 尤其是吃众生肉 吃众生肉 是跟他借的深仇大恨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不是假的 吃他半斤 将来要还他八两啊 欠钱的要还钱 欠命的要还你 这一生不还 来一生一定要还 你要想到这些因果报应 太可怕了 所以从前不晓得 做了一些卧室 现在明白了 决定不早 不跟任何人解约 不跟任何人有丝毫债务的纠纷 还得干干干净净 我们菩提道上减少障碍 这个已经知道了 这个已经知道了 还有不知道的吗 过去深中所牵着的 不知道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将自己修书一切功德 回向给他 抵债 这愿一次功德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这个就是抵债还债 你不要来干扰我 我修行成就了 利益统统是你们的 这回向里的最重要的意义 就在此地 那这个是 佛菩萨护法善神 因为你自己有这个功德 佛菩萨加持保佑你 就更方便了 更容易了 这一段事情 主要是细细度地藏经 你就明白了 第四重利益 现世常得安闻 你现在在这个世界 你常常得到安闻 我们讲的平安 纵然有大灾大难 你也能够度过 平平稳稳地度过 不受灾难之苦 这个就是说 供业跟别业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 不舍佛的人 差不多 稍稍 有一些羞耻 涉猎一些佛法的经论 大概多少能够体会到一点 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修持 读经念佛 断卧 修善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处的这个社会 是乱世 将来究竟乱成什么地步 谁都不敢预料 而且不是一个地区乱 全世界都乱 什么是最安全的呢 有福 有德 是最安全的 这是真的 你有财富 财为五家公友 再大的财富 一天可以丢得干干净净 古今这个例子太多了 不是你的 权势 地位 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 是真正的保障 是真正的靠山 真正的保障靠山 是人积德了 有福 有德 你身上 虽然没有 你到什么地方 人家一看到你 生欢喜心 他就恭敬你 他就来照顾你 这有福啊 他能够度过灾难 现实 常得 安稳 所以这一句里面 你宗族是得福利加持 但是你这个基础的 修持这个德行 那个善子 你是善男子 善女人 你是个真正修 敬业三福的 这种善人啊 所以得一切天人善神的保佑 这个是真正的 我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次 常常提醒同学们 你今天在学会上有地位 有权势 你今天有财富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暂时在你眼前顾一下了 你得不到啊 在你眼前顾一下 换句话 你暂时有权处分 不是永恒的 暂时的 那么暂时有权 来处分他的 我把他做得好 做的是善思 急功累得 如果我处理得不妥当呢 就造作罪业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人生非常短暂 猴宽 故人常讲啊 黄泉路上不老少啊 一口气不来 就是第二事了 所以 什么都要看淡 都要放下 尽心尽力 为社会 为大众 去造福 不要想自己 不要想家庭 你真正 既得 修福 你的家庭 自然由佛菩萨照顾 由后发善神照顾 比自己照顾 周到的多了 自己照顾不了啊 真正只有求佛菩萨 求佛发神来照顾 那才是 可靠的 这个道理 要想通啊 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仔细去观察 让你了解 事实真相 然后才想的 我们自己 应该怎么做法 那也就是 应该怎么修法 那这样就 不会有错误了 那这样 你尽情所得到 殊胜的国报 最殊胜的是在临终 临命中是 任运往生 这个里头 无比的殊胜 任运 任运是自在 自在的生病 就不自在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也不自在了 自己晓得 什么时候去 不生病 站着去的 坐着去的 我们见到的 听到的 确实有啊 这一点都不假了 这才叫一生 没有别过我 我们这三国的 真的有意义 真的有价值 人家能 我为什么不能 在台北市 早年念佛团的 李济华老巨师 那个念佛团 到场不大了 还没有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佛堂大 我在那里 讲了三年经 在龙江街 中心中学的 隔壁 那个创办人 李济华老巨师 应光大师的学生 这个老人家 八十多岁往生 他往生 两个月前 就下等 所以星期假日 看看老朋友 辞行 见最后一面 往生的那一天 那一天 因为他的小孩 都在美国 就是老夫妻 两个住在台湾 坐三轮车 到这个念佛团 参加共修 他们每个星期 就一次共修 跟了太太坐三轮车 去参加共修 在三轮车上 跟了太太说 她说我要往生了 你一个人 会不会感觉到寂寞 其实她太太也不晓得 参加天往生 太太们是虔诚的佛教徒 那你那往生 这个太好了 那你就不必 挂着我了 这等于说太太 这等于说太太同意了 他们共修就跟平常大夫妻一样 不过就一纸箱 就是了 这一纸箱当中 有半个小时的开示 那么讲开示 都是这些老居士 都是这些老居士轮流响 那天我听说是魏老居士 是轮到魏老居士 他跟老居士两个对换 这是今天我来讲 因为他是年岁最大 是这个团体的创办人 魏老很尊重他 就同意了 那天他老人家一上台 讲开示 讲了一个半点 讲得非常高兴 非常欢喜 苦口婆心 劝大家念佛 求生见度 讲完之后 向大家告辞 我要回家了 人家以为他八十多岁 年岁那么大 讲了一个半钟点 讲累了 以为他要回家了 没想到下了讲台 他讲堂旁边有个小客厅 他就在沙发上一坐 就往生堵 你看多潇洒多自在 往生之前 讲了一个半钟点 任运往生 生死自在 这个佛才叫做没有白学 菩萨的眷属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菩萨 真的是菩萨 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 弥陀经上讲 皆是阿弥巴志菩萨 阿弥巴志 可得了啊 阿弥巴志是 语言正三不退的菩萨 那个地位多高啊 这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的 一般的人要想自己修 修到这个地位 阿弥巴志最低的是七地步 就在别教里面讲 也要修满两个二身大戒 才能达到这个地步啊 你看静宗的修行 一身就成就 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是第五种利益 所以诸位特别记住 这个关键就是那个善子 这标准在这个地方 善男子善于人 才能得这五种利益 同样一个道理 善男子善于人 你或者受持阿弥陀经 或者是能持 你一头圣号 都能得同样的利益 并不是只有念 王僧咒才有这五种 不是 读经念佛 统统都得到 那个关键条件 就那个善子 诸位特别记住这一点 敬业三福 你能够把三福 统统做圆满了 上上品 再看底下的主节 诸本 剧斗烧意 精益古本 神咒不凡 不必强盛 佛经 从南部朝时代 翻译出来流传到今天 一千多年 这个朝代要算起来 应当是由一千六百年 一千六百年前 这个裂带 抄袭 流通 写错了 写漏了的 再俗不免 所以这个古本常常 有这些问题 发现 不但古时候 这个抄袭会抄错 现在我们排版不是一样排错 我们交对 交了五六次 印出了 还有错字 可见的这个东西 自古 都是很为难的 连不了 就这种错误 于是 就有许多不同 这个版本 里面 字 不一样 句子或者多 或者少 这个剧斗 问题就更多 剧斗就用 我们现在讲标点符号 有古书 没有这个标点 都是念的人 自己去点标点 有的人点错了 上面一句 点到下面去了 这种电打情形 这也很多 所以像这个经典里面 这些事情 就更是不能够避免 我们要仔细去观察 那么底下抄理 就举例子来说 诸本不同的 如 这往生诸第一句 那么念有一种本子 它这个句斗 跟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么 他把那个 下面这个斗 他点到上面去了 他这个点 点到底下 都点了一个字了 那个念的句子 就不一样了 一次句多字 连书上去 发现了 有这么一种本子 过云少议 这叫本子不一样 那不一样怎么办呢 我们后人呢 没有法子 这个 确定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多找啊 版本 多找版本 不同的版本 互相来对 哪一个版本呢 都 我们就采取 哪一个版本 用这个方法 可以 因为这是咒 没有法子 理解的 如果说文呢 我们还可以 能够想意思 哪一种标点呢 这个意思更圆满 更好讲 更明白 我们采取哪一种 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咒语 密语 就没法子 只有多少 几种版本呢 来比较 看看 哪一种版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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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个 那么 那么 奥米多佛耶 这种 这个标 标点的方法呢 这个 经比较多 版本比较多呢 那么我们 就取 这个本 我们从 多数 这是一个 好的办法 那么大事 在底下 这个建议给我们 仅不必 苦救 是非 不要去苦苦 去追究 用不住 但一本 我们选择一个 好的本子 这是我们俗话 常讲 善本 好的本 那么像我们 这个本子 是廉池大使 他老人家 一定看过 许许多多的本子 那么他在此地 把这周围 附在经后面 这个举斗 就是廉池大使 自己审查过的 我们依照 大使这个本子 这也是一个 好方法 依照廉池大使 教给我们 这个举斗 这是好方法 至心松弛 自成利益 至心 成心 成心 成一 寻念 自自然然 能够 得到利益 可是这个地方 注意千万要记住 经上前面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那是基本的一个标准 无论如何 我们要把自己的 这个品德 要提升到这个标准 三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低限度 我们要提升到第一福 第一福 如论如何都要做到 可是这个里面 可是这个里头 前面跟诸位报告了 一定要认真 详细的去讲求 否则的话 你会在里面产生误会 你跟校养父母 每天对父母恭恭敬敬的 把他的饮食生活起居都照顾到 这就是校养了吗 这不是啊 这不够啊 那在整个校养里面打分数的时候 这顶多二十分的 不几个 那怎样养呢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父母对于子女 天天挂在心上啊 做父母的人晓得 不做父母的人体会不到啊 时时刻刻挂在心上啊 兄弟不活了 父母就操心了 这就是不孝啊 读书不用功 考试不及格 父母又操心了 不孝啊 在外面做事情 做事情不负责 不认真 被你的长官 除分了 父母又担心 那都不孝啊 所以你才晓得 那个校养的范围 非常广大 不是单单照顾 仁氏齐聚 如何叫父母神心 那如何叫父母心情快乐 那才叫尽了一点 那才叫尽了一点笑话 这些一定要仔细讲求 才知道 在世间真正做个品德好的人 学养好的人 带人 带人 活目 工作 认真 负责 为社会大众 所赞叹 这个父母 才欢喜啊 那才叫尽到一点笑心啊 为非作歹 叫人家批评 叫人家轻视 父母心里都难过 那都不叫孝顺 所以最低限度 你要把这四句真正做到 要做到有能够及格的这个水准 然后才是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那个地方 祝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一点善也没有 跟他们就个个不如啊 他们是上善 我们也有一点善啊 在他的一加持 我们也跟上善就差不多了 这才行啊 不能一点善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地方 善男子善女人 非常非常重要 至先松弛 自称礼 就是看的人善女人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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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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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